香港警方国安处昨天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拘捕了六名立场新闻的现任以及前任的高层人员 包含香港艺人何运师 并且冻结大约六千一百万港元的资产 立场新闻也宣布立即停止运作 并且遣散所有的员工 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昨天表示 香港受到言论自由的威胁日益严重 从此事可以看出中国欺瞒的本质 更戳破了一国两制的谎言 接着来看我们的报道 二十九日清晨六点 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往网络媒体立场 新闻副采访主任 现任香港记协主席陈朗生的住所 拿着法庭首令 指控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要立即拘捕调查 陈朗生随即拿起手机在脸书直播 但很快就被警方制止 警告可能妨碍办公 香港国安处清晨发动大突袭 总共动员两百名港警 兵分多路拘捕立场新闻六名前任和现任的高层人员 也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 带走大量证物 身为立场新闻前董事的香港歌手何韵诗 同样在早上六点于住所被拘捕 人被带往西区警署 随后在脸书报平安 表示我心情OK 请各位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 对此刚进下午召开记者会 说明大拘捕行动 刚进之初立场新闻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十一月 不断刊登煽动性文章 企图引起憎恨或藐视港府 引起港人不满 加上说使他人不遵守法律 而这回遭逮捕的七位人士 分别是立场新闻前总编中佩权 前董事周达志 前董事吴爱怡 前董事方敏生 前董事何韵诗 及代理总编辑林绍彤 以及前香港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 至于陈朗生先被带回警局协助调查 暂时没有被拘捕 针对警方冻结约二点一亿公司资产 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 包括网站及所有社交媒体 立即停止更新 并将移除 总编辑林绍彤 以请辞 以遣散所有员工 记者黄杰 谢正林 台北报道